Hello,大家好,我是口碑PTE的Ru老师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正式报名PTE考试 如果考生已经注册个人信息并且准备报名参加考试 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登录的是陪生的官网pearsonpte.com 然后点击Book Now 滑动鼠标往下拉,你就会看到My Account这个界面 然后点击Sign In界面 这个时候需要你输入你的用户名和密码 进入到你的个人账户 温馨提醒的是,用户名和密码的话要注意一下大消息 成功登录后,点击屏幕左上角有一个Schedule Exams 考上这个时候的话,那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可以选择的一些考试类型 那我们选择的是PTE,也就是PTE Academic 然后点击Next 那下一步我们就要选择一下考试的地点了 那如果说是在国内考试,其实考点还挺多的 但是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 我个人会比较推荐你们选择比较老一点的考点 比方说北京 上海或是广州 因为老考点它相对来讲系统会比较稳定 就它出故障的概率相对来讲会小一点 但如果说条件不允许,那就根据你自己的一个住所 然后就近的选择即可 下一步,我们要开始选择你考试的日期和时间 那不同的考点,其实它的时间和日期会有点不一样的 所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来选择 那有些同学也会问说 我到底要选中午还是下午还是晚上这个考点呢 其实这一块呢,因人而异 因为如果说你起得比较早 那么你可以考虑就是早上或者是中午的这个场次 那如果说你本身起床就比较晚了 那你在选择的时候可以就考虑一下偏下午 或者是偏晚上的这个时间会比较适合 OK,所以因人而异 然后当你选完日期还有时间之后呢 下一步它让你填写的就是个人背景信息 这一块的话其实主要就是关于你自己的一个教育背景 还有包括一些学习意向方面的信息 其实这块的话不用太紧张 因为有些同学说,那我的情况是移民 但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那我应该怎么填写呢 其实没关系的,因为这块的话 应该是陪生他那边可能要做一个问卷调查 其实他对你真实的这个申请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所以按照你自己的一个情况进行选择就好了 然后下一步 下一步的话就是确认一下你自己的信息 然后看看自己的时间地点 还有这个其他信息包括费用这些的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按下一步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发现问题了 那么就可以进行更改考试的时间和日期了 OK 好,那下一步确认完就没有问题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行一个付款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用优惠券的 比方说有些同学是有Voucher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行输入了 但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用你自己的信用卡 然后进行支付就好 OK 那如果说我们报名完了之后呢 官方它是会给你发一个成功确认信 然后告诉你你已经报名成功了 然后这个邮件的话是你当时其实填写 账号时候填写的邮件 OK 所以到时候注意查手就好 如果说没有收到的话 你要检查一下你的垃圾箱 看看说邮件是否是自动发送到那里了 OK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一个分享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收听 也感谢大家关注口碑PT 我们下次再见